为了苏解国庆年假返乡或者是出游的人潮 县政府特别协调铁公路加开班次 并推出转乘市区公车的优惠措施 在这里提醒我们所有的乡亲还有所有的用路人 尽量搭乘公共运输可以来避免交通的拥塞 另外也提醒大家搭乘公共运输有相关的这些优惠 包括我们的铁公路套票的优惠 还有我们转乘市区一段票的免费 另外我们台铁有提供区间快车 宜然到台北100块的这样的优惠的票价 所以尽量提醒各位乡亲跟用路人来使用我们的公共运输 包括我们的铁路包括我们的市区客运 这次廉价高速公路的免收费时段也有所调整 分别是前三天的半夜零点到清晨五点 第四天则是从半夜零点到早上十点 借此来分散高速公路的车流 在我们过往的评估 其实第四天的早上的整个车辆的这个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鼓励也提醒我们的乡亲 第一个是可以在家多陪家人一晚 那第四天我们早上再出发 那可以避开这个交通的尖峰期 那我们如果游客也可以在宜然多住一晚 那早上好好的享用早餐 那再出发北上 那这样都可以避开这个交通的尖峰期 因为南方澳跨港大桥不幸断裂坍塌 严重影响南方澳地区的交通 为此县政府除了会尽速拟定交通输运的完整规划之外 也会在这段期间加派警力 进行相关交通输导作为 另外因为我们这次南方澳大桥有断裂事件 那所以南方澳地区的交通 我们警察局也特别加强来应应 那同时对于南方澳地区后续的整个交通整体的应应计划 那交通部跟行政院工程会 已经请宜然县政府来做后续的整体的规划 那我们会在这段时间赶快针对南方澳地区的 目前在桥梁的这个新建复原起 以及未来整个南方澳地区的整个交通运输的发展 我们会提出完整的规划 那让我们未来整个南方澳地区的这个交通能够更顺畅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